多伦多大学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德尔塔变种病毒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研究人员分析了安大略省21万多例新冠病例后发现 德尔塔变种病毒能够使患者的住院风险增加108% 重症率增加235% 死亡风险增加133% 研究人员发现 在安省今年春季爆发的第三波疫情中 感染Alpha、Beta和Gamma变种病毒的患者 与2020年最初的新冠病例相比 住院可能性高出52% 需要重症监护的可能性高出89% 死亡的可能性高出51% 研究也发现 与非变种病毒感染者相比 感染变种病毒的患者明显更年轻 患病发症的可能性更小 这些研究结果与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发表的 研究论文结果相互应 但研究者之一的David Fisman教授认为 该研究是第一个将加拿大数据包含在内的大规模分析 Fisman和他的团队回顾发现 2021年4月安省出现Delta变种 7月成为主导军株 研究人员对Delta变种病毒的迅速传播并不感到惊讶 他们认为Alpha、Beta、Gamma的传染性是最初病原体的1.5倍 Delta的传染性则翻了一番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早期的变种病毒 不过接种疫苗能将患者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大大降低 Fisman表示 Delta病毒出现时 疫苗接种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因此Delta变种病毒没有像在印度那样 对加拿大疫情造成更大的影响 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 截至9月25日 加拿大全国超过80%符合接种条件的人接种了疫苗 因此Delta变种病毒仍然存在巨大传播风险 特别是对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来说 这类人群目前也占新冠病例 住院和死亡病例中的绝大多数 Fisman教授指出 在即将到来的感恩节聚会上 如果接种疫苗的人和未接种疫苗的人聚集在一起 就可能存在感染风险 所以他建议在天气融弃的情况下 在户外进行聚会 室内要保持开窗通风或使用空气过滤器 减轻疫情传播的风险 多伦多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 Delta变种病毒会导致 更严重的疾病 研究人员分析了 安大略省21万多例的新冠病例后发现 Delta变种病毒能使得患者的住院风险 增加了108% 重症增加235% 死亡风险增加133% 研究人员发现 在安省今年春季爆发的第三波疫情当中 感染Alpha、Beta和Gamma变种病毒的患者 和2020年初的新冠病例相比 住院的可能性高出52% 需要重症监护的可能性高出89% 死亡的可能性高出51% 研究也发现 与非变种病毒感染者相比 变种病毒的患者明显更年轻 患有病发症的可能性更少 这些研究结果和之前在全球范围内 发表的研究论文结果相呼应 但研究者之一David Fritzman教授认为 这个研究是第一个将加拿大数据包含在内的大规模分析 Fitzman和他的团队回顾分析发现 2021年4月安省出现Delta变种 7月成为主动的群株 研究人员对Delta变种病毒的迅速传播并不感到惊讶 他们认为Alpha、Beta、Gamma的传染性 是最初病原体的1.5倍 Delta的传染性执回了1倍 已经在某个程度上代替了早期的变种病毒 不过接种疫苗能使患者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大大降低 Fitzman表示 Delta病毒出现的时候 疫苗接种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因此Delta变种病毒没有像印度那样 对加拿大疫情造成更大的影响 根据加拿大卫生数据 辞至到9月25日 加拿大全球超过8成符合接种疫苗的人士接种了疫苗 因此Delta变种病毒仍然存在巨大的传播风险 特别是对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来说 这类人群目前也占新冠病例住院和死亡病例中的绝大多数 Fitzman教授指出 在即将到来的感恩节的聚会上 如果接种疫苗的人和未接种疫苗的人聚集在一起 那就有可能存在感染风险 所以他建议在天气容许的情况下 在户外进行聚会 室内要保持打开窗通风和使用空气过滤器 减轻疫情传播的风险 然后再次进行聚会